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几分以音父求名为耻 终不得举 少年便为知耻之势 父亲请用茶 父亲为何愁眉不展 这是那刺史写来的信 扬言我若把事情暴露 就让我家破人亡 此事因何而起 前日我查阅本县账目 发现朝廷拨下来的银两 比之前的数目短缺很多 于是便向刺史询问 刺史只是支支吾吾 说朝廷临时拨款有变 我当时便觉得此事有蹊跷 不过刺史一直避之不谈 我猜想一定是他从中谋取了资历 这信中言辞语气强硬 一孩儿之间 父亲就当此事没有发生 万一暴露 后果不堪设想 此事既然被我发现了 就不能姑息养间 父亲 千万不要因此 而是我们家道破败呀 本来母亲就去世的早 如果您再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该如何是好 芬儿 一个男子汉应该担起责任 不能苟且偷生与金人的胁迫下 应该以姑息养间为止 我常常教导你 做人要正直 如果为了自己一时安宁 而包庇纵容 正如叛国投敌 别无二致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好 事后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孩儿告辞 谁是这元香县令 元香县令正是我的父亲 请问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他现在在哪里 在书房中读书 给我进去搜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凭什么抓我父亲 我孩儿快让开 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小心我连你一起抓去 不行 你们没有理由 不能抓人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就是元香县令 正是在下 我们是奉命前来逮捕你的 等一下 我到底所犯何事 要被抓捕 我们只负责抓捕 别的不管 走 父亲 父亲 少爷 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父亲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让人抓走了 这饭我如何吃得下 你现在在这里焦虑也不是办法 我要到京城去救父亲 你现在年纪十五 独自上京 假设到京路城遥远 担心你吃不消 此外县令如今的情况不明 你去了也只能是盲目寻找啊 加上母亲早逝 父亲不在 你要是再离开 这个家谁来操持啊 张伯 你跟着我父亲 有多长时间了 自从你父亲住进县令府以来 我就在了 那个时候 我尚未出生 张伯 在父亲围观的时日里 是否有什么不对的行为 县令一直是围观清廉 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这就奇怪了 父亲向来围观清廉 为何会被无故带走 这个我们也无从得知 我们只有等候下一步消息了 但愿父亲平安无事 少爷 还是先吃饭吧 我先告退了 张伯为何如此慌张 我听到有消息说是 吉大人犯的是谋反之罪 如果罪名属实 可能要秋后处斩 张伯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消息可靠吗 这人命关天的事 说是临近县令 刚从京城传来的消息 我看很可信 不行 父亲现在凶多吉少 我必须马上去救他 少爷 你这样毫无方向地去 京城那么大 找到管事的人都要好长时间 劝你还是静下来找找原因 这样到京城办事 也会有个方向啊 这信不在书房 想必一定与他有关 张伯 家里就交给您了 麻烦您帮我照顾好弟弟妹妹 你放心的去吧 到了京城 给我们写个信 一定 你们在家 一定要听张伯的话 不要到处跑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哥哥 您就放心的去吧 一定要把父亲救回来啊 嗯 那我就先走了 哥哥再见 哥哥再见 哥哥早点回来 京城 禀大人 外面有一个自称吉分的少年 说要见您 吉分 可是元香的吉分 属下不知 不过看他风尘仆仆的样子 像是刚赶路过来 没有听说过什么吉分 不见 我们已经让他走了 但是他说 人命关天 一定要见大人 一个小孩赶走就是了 想必很有可能是元香县令的儿子 这样做太明显 还是让他进来 这样也可以顺水推舟 打消他的疑虑 省得日后麻烦 那就叫他进来吧 是 拜见御史大人 说吧 你见我有什么人命关天的要事 大人 我是元香吉宪令的儿子 父亲现今毫无缘故的被抓到京城后审 你父亲被捕 与我何干 父亲前日发现 刺史有寻思舞弊之嫌 没有理会刺史的书信威胁 向您写信告发 我怀疑父亲被捕和此事有关系 所以特此前来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这个我恐怕帮不了你 我父亲是给您写的信 如果您可以出面为父亲作证 在下感激不济 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 不可能 父亲就在半个月前给您写的举报信 你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告诉你 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吗 你父亲被逮捕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还是先回去等着审查结果吧 这不可能 你这个小孩怎么这般执拗 我父亲向来连结自律 不可能犯罪 说这些都没用 是否有罪朝廷自有定夺 你要是塞浦离开 我就叫守卫轰你出去了 你这个小孩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呢 一个小县令 就想在御史面前把我给告倒了 真是笑话 小孩快让开 小孩说你呢 要哭一边哭去 不要在这挡道 怎么回事 前面有一个小孩在路中间哭 我们过不去 你是怎么了 为何在路中间放声大哭呢 我父亲被人冤枉 马上就要出展了 看你的样子不是本地人 你是哪里来的 我家在元香 为了救父亲 独自一人来到京城 但是现在走投无路了 多么孝顺的孩子呀 你叫什么名字 几分 到我家里来吧 坐下来给我详细说说 先吃点东西吧 你这一路一定累坏了 没有父亲的消息 吃什么东西都没有胃口 还求您先去帮我打探一下 父亲的消息吧 小明感激不尽 果然是至孝至子 我先替你去打听一下 你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见您一脸愁容 我父亲的事怎么样了 你先不要着急 坐下听我慢慢说吧 我见到你父亲了 他是谋反之罪 就在昨天 始于狱族的审问 自己招股化压了 什么 他自己认罪了 这不可能 我父亲围观期间 一直是连接自律 终君爱国 怎么可能犯了谋反之罪呢 的确 我在和他交谈时 确实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 言语甚是无奈 父亲围观以来 从来都是为了百姓谋福利 怎么会谋反呢 你父亲在入狱之前 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父亲发现了刺史有贪污之举 刺史曾给他写过信 威胁他此事不可暴露 但是父亲刚正不阿 向御使写信举报 可是御使尽口否认自己收到过举报信 后来我在门口 看到刺史拿着父亲写的信 从御使家出来了 看来此事并不简单 看来此事并不简单呢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孩子 万长险恶呀 对于此事 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被人冤枉啊 你父亲已经认罪 案子一结 看来你只有一个办法了 还请先生明示 快起来 我只能帮你想办法 成不成功就要看你的了 只要能救父亲 晚辈定当尽力去做 前面过去两条街 就是廷尉府了 门口有一面灯文谷 你可以敲响灯文谷 将实情告知蔡法度 如果你父亲是被冤枉的 他会帮你的 多谢先生指点 先生救命之恩 日后必定报答 你记住 今日之事不可让外人知道 官场险恶 稍有不慎 你我便都要落个 家破人亡的下场 晚辈记下了 等一会儿我让下人送来纸笔 你写好材料 便去找他吧 有劳大人了 希望你能成功地 解救你的父亲 多谢先生相助 去吧 小孩快走开 不要在这里捣乱 跟你说了快走开 我要申冤 为何不能敲骨 你一个小孩有什么冤呢 这里是庭卫府 有什么冤屈 回去找你母亲去 我要替父申冤 那就去找县令去 我们这里处理的都是家国大事 我父亲真的有冤屈 我说你这个小孩 怎么这么执拗呢 你要是不走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不就在这里等廷尉大人 要等就等吧 随便你 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我这是在哪里啊 这是廷尉府 你昨天淋了一夜的雨 早上晕倒了 是门口的守卫把你救进来的 我的东西呢 是用荷叶包的吗 廷尉大人看过 已经承递给皇上了 皇上怎么说 此事皇上自会定夺 你就先休息吧 你们先出去 你在材料里面说 你愿意代父一死 是 只求代父一死 你看看这些东西 你真的不怕死吗 怕 但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父亲蒙冤受死 你只是个小孩子 不懂什么生和死 如果有人教你这么做 现在说实话 我不会让你死的 杨有贵辱之恩 亚有反哺之意 如今我大夫受死 又哪里需要人交呢 来人哪 给他换一副小的枷锁 不用了 不用了 看你身躯如此瘦小 却带着一副厚重的枷锁 好心给你换清的 为何还不愿意 我是个死刑犯 怎么能捡清料铐呢 告诉我 谁让你这么做的 父子俩都不用死 岂不更好 我只想用自己的死 延缓父亲的性命 绝非他人受益 还望大人明察 父亲 王上看了你想要 代父一死的材料以后 非常感动 但是担心你是受人指使的 于是命我威逼利诱 套取真相 我将审问的事情 向皇上顶名后 皇上大喜 赦免了你们父子 谢皇上恩典 谢过廷尉大人 要是没有您 我们父子 怕是再也不能见面了 谢谢廷尉大人 你们就不要再谢了 快回去吧 家里人一定急坏了 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这次真的是多亏了金奔 千里迢迢救回父亲 是啊是啊 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而且还这么有本事 进来 父亲请用茶 这是丹阳尹 王志来的心境 说是想要举荐你做笑脸 是上次来信的 那个丹阳尹吗 就是他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的意思 劳烦父亲转告 如今我年纪尚小 学识浅薄 心智尚不成熟 不适合举为笑脸 你想婉言拒绝 孩儿重视这个意思 你看看 你看看 又有点积分啊 你待父从死之事 大家都有所耳闻 如此笑意之事 笑脸非你莫属 为何又要取消呢 父亲蒙冤入狱 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儿子 应该做的 如今被举笑脸 岂不是借此事求取名誉 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原来如此 当初在举荐你时 却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 所以还望大人 能取消晚辈的笑脸资格 你小小年纪 不仅是至笑之事 且懂得廉耻 你的德行远远在我之上啊 王大人过奖啊 你的心意我已明白 随后便会去掉你的名字 谢过大人 既然如此 晚辈就先告退了 如此懂得至笑廉耻之事 以后必成大器 积分年仅十五 代父从死 被誉为至笑之事 人举之笑脸 以因父之名被举为此 拒之 年十七 应聘为本周竹部 初见万年县 社官积月 风化大行 未经许可,宁呼唤一 — 岑国国际 未经许可,宁呼唤一 — 岑国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华言专中学院研究所 及推广部早晨中 管有兴趣学习华言的振兴者 欢迎报名 报名申请入学资格 一大学部正修生高中以上 二研究所正修生 大专含同等学历 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 台籍外籍学生 及大陆法师监收 县女众50岁以下 正姓佛教徒 报名方式 上网下载报名表 请务必住名姓名、地址、电话 并以Word及PDF档案格式 寄至Email行箱 或电卡 教务处 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 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 激南路二段44号 台湾失能人口超过80万 家人长期照顾 高压下变成照顾杀人的悲剧 他们的辛苦 你看见了吗 我为了希望就是创世 希望创世能帮我 创世邀您住建嘉义心愿 0228357700 德国际şa卫 音乐 李議任 录仲 贴 地址 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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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